有几个有钱人不懂得合规合法去避税呢 接上一条内容 哪些人适合土耳其入籍 真正适合土耳其购房入籍的 有以下人群大白话 非富即贵的 以及资金 不缺钱的 原国有 又或者是 无法提供各种证明的 被打标签的 各种特殊行业的 需要多个本本的 急需快速短时间内拿到本本的 至于有一些什么 博主说什么土耳其全球征税 那就有点low了 有几个有钱人不懂得合规合法去避税呢 现在还有几个富人不懂得用 有钱人不想教 有一万种方式 只是有些人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 所以那些都是给不懂的人听的 当然没别的意思 也不用喷我 真正有想法有能力的人 这个时候应该是了解 这个富人应该是怎么玩的 不理解的也就跳过了 全世界我有上班的 工作的 打卡的 被控的稳稳的 需要全球征税 也就是上条内容说的 还需要找工作的 上班的 真的不适合 你到哪里都要交税 你像什么美国 加拿大 西班牙 德国 瑞士 全得交 而且是工资的一半都得交 你以为那工资 那福利就那么好 让你免费蹭啊 哪有那么好的地方 那些地方还得必须强制 一毛不少的交 福利再好 它能免费对你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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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